Sally 和Sheldon 聊天 Sally 知道你的公司有一個系統可以接到40個電商平台 最近可能想進入香港的業務 例如跟Keymout香港或HKTV網合作 為何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網站 也有一個電商系統 有什麼合作 其實這個在香港好像很生榮的想法 很多平台都幫你協助 但其實這個在國內已經是一個很普及化的事情 因為我是客人 我只有一盤貨 例如這個人有10件 那個人有50件 如果我在做50個平台 而平台都不相通 我面對一個問題 我究竟這50件貨 每個平台放一件 還是我把50件放在其中一個平台 其他無貨 你會經常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不夠貨賣 或者一些貨吊來吊去都不知道怎麼搞 還有第二就是每個平台有不同的客戶 你根本跟他做不到一個分析 你不知道你的客戶可能住在哪裏 他男還是女多 因為你有一百個平台 那你怎麼搞呢 找一個人去找一個Excel章出來還是怎樣 其實國內或者海外 其實已經有很多這些系統 是幫你接駁了這麼多個平台 第一 你一盤貨底 你可以做這麼多的生意 那以前就叫做ERP 但是ERP有個問題就是 它不是很適應電商的世界 因為ERP可能是傳統做一些 傳統的生意為主 可能是下載 在收單很慢 可能會有些延期 那慘了 電商可能你玩一次雙十一 可能我們這個系統其中用的一個客戶 可能一天已經收百幾萬張彈 是百幾萬張彈 就是可能一分鐘是收幾萬張彈 那傳統這些系統 就未必會承受到這個負荷 也都寫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infrastructure寫 那變成我們現在這類的電商綜合系統 其實第一 寫的時候已經考慮了電商那個 尤其在P Season裡面 一些叫做攻擊性的購買 那第二就是系統的update很快 就是不會令你有那些超賣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一有超賣情況 在電商的世界都很嚴重 有些平台會罰錢 有些平台會扣你分 有些平台會搞到你不能做promotion 甚至最嚴重的那些觀點都有 那變成了其實第一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用 那第二 剛才Shelden都說了 就是users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綜合平台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拿了users的data回來 做一個整體的分析 就是你知道你的客人在哪裏 那麼多個渠道來 那第二 你又看到整體渠道的銷售產品的數量 如果你說會用人手去做 根本上這些太吃力是做不到的 一定要靠一個系統去做 那剛才說了 也有很多O2O的東西 那香港比較少玩 香港就現在好像分了 online 或online offline 或offline 但其實在國內和外地 其實online to offline 或者offline to online 很重要的 譬如你上網買了一件貨 運費很貴 有些客人寧願 可不可以去店舖路 在你店舖路我省了錢 但是去到店舖拿了一件貨 那店舖的人 會不會給你一件貨 怎樣承認你一張單 如果看了不對 可不可以退貨 其實這些叫做Omit 在國外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的系統都配合不到 因為香港很奇怪的 online有套系統 offline有套 POS 然後全部都是不連接的 譬如我們現在用的 白晉這個系統 其實online offline 全部都連接了 基本上可以做Omit Channel 譬如你POS 可以換貨 改東西 基本上是online 我們就將它 由國內和它合作 帶來香港 其實國內已經很成功了 現在說 做過整個天貓 做了3%的Sales 是 3%的TMLS是很可怕的 是 非常之多的大型品牌 可能全世界已經在用它的系統 變成了其實 無論剛才說 為何會有40多個平台 因為其實 可能現在很多客人會怎樣 我上了一些Platform 即國內已經有幾十個Platform 我有官網 我東南亞學 Shelton 或是 可能我又去東南亞的平台 Shopee、Nazada 嘩 如果我只有一盤貨 我怎樣處理這些東西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資料的synchronize 都很重要 是 譬如我有50個平台 我一張照片放50次 還是用一些第三方資料 可能已經放一次 它已經API對接了 已經上了50個平台 都差很遠 因為你下架下不及也很大件事 好 譬如我是一間本地做手信 現在旅遊業去不到 可能想做一些 拓展海外的電商業務 你們會怎樣做呢 那Shelton 你會怎樣處理這些個案 嗯 剛才Jelly說的部分就是 叫做marketplace 的方法 現在一個online store 不是一個brand 想去賣東西的時候 上網 其實只有兩個渠道 一個就是marketplace 一個就是自己開網站 就是Shopify Shopline 沒錯 獎櫃等等 這些地方會開 但是呢 其實marketplace有個好處就是 在這個位置就是 有traumic driver 它已經帶了生意給你 但是有什麼好處就是 brand control是沒有什麼的 你會看到可能 19年11月的時候 Nike就說 我們不會再在Amazon買的了 對 就是因為我已經夠流量 我已經想控制 brand 我想知道客人 體驗我網站的時候的資料 對 那我就可以增加那個retention 對 因為Amazon是Amazon 不是屬於Nike 對 但是相對 Shopify 你Shopify開了店 OK 你有很多東西在賣 但是沒有流量 你要靠Facebook KOL 傳統的社交媒體來做 那就帶不到traumic 那我們其實 購買和購買 就站在這個位置 我們有流量 但是因為我們 是想帶回一些 members 去你的網站買東西 我們想給回 全控制 那些網站 去transaction 所以就變成了 我們未來見到 就是我們 Marketplace 就是一個百貨公司 但是百貨公司 不會全街的百貨公司 都有人會在自己的網站買 所以是50% 所以我們就比較 push 是push這一邊 那知道你Shelton 你本身的業務 主要是B2C 如果我是一個品牌 如果要跟你合作 其實是看穿 你有用戶的優勢 去做這件事 是嗎 絕對 還有怎樣在我們的資料 在我們的數據裏面 找回適合他的客戶 因為我不可以 每天都不斷 把所有merchant的東西 給100萬個客戶 那他就會做得很煩 那這一部份 是我們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精準地 去target一些客戶 但是最重要 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想帶回一些客戶 給一個brand 自己的網站 是 讓他有全控制 到他在做Marketplace 和自己的網站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margin 又有分散的風險 是 我想其實 Shelton他們 就是電商界 有句話很有趣 叫做得物流得天下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在香港做電商 或者在外國做跨境的電商 其實有時候 寫了一個位置 在哪裏呢 就是很貴的物流成本 譬如我在Amazon 想買一件貨回來 哇 只是給QR fee 都給300元 那件貨變成性價比很低 而且 人們未必會在外國買 是 但是他們這種 好像有集運模式 喂 20元而已 其實你老有嫌疑 令到事情的流通量 會大很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要不朋友 為什麼 他們經常推薦很多資訊 叫我買的 我老公叫我 是不訂閱的 我昨天經常跟朋友說 我有個朋友說 為何我睡覺的電話 不停定我 原來他太太經常上網 在不同網站買的 經常有些通知短信 給他說買了東西 他經常買美金 是不是被人倒用了 實用 我想 現在是剛才說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 隨著今次疫情 我覺得是加速了 香港 甚至全球的一個 電商的加速發展 因為以前你有選擇 現在你是沒有選擇 那你未必會出街 香港相對的疫情 不是那麼嚴重 譬如我的朋友 在法國 在日本 現在其實是封鎖的 那基本上 那些人連超級市場都不能去 譬如現在超級市場 可能製造一些鎖 你就在那些鎖拿東西 那些人都不想接觸人群 是的 那現在是沒有選擇 情況下加速了這個發展 本身這個發展都應該是順著這個程序去做 只不過現在就將它 說由五年的事件 縮短了一兩年 是的 而我們又怎樣去做呢 我們就會覺得 整件事其實 剛才Sheldon說得很對的 那有三個定位 第一個定位就是平台Marketplace 有很好的Acquisition 它已經將你的Acquisition Cost 吸客的Cost減到最低 那官網就是你不懂做 或者你沒有一個策略去做 或者甚至你連產品定位都不清晰 或者自己的DNA都不清晰 其實是一樣很難做的事 那相對香港或者在東南亞請 電商專才的人都很難 因為我常常說笑 我在大學有些職務 現在電商這麼熱 為什麼沒有一科讀這件事 就是完全沒有栽培一些人出來 是承接我們 即是Digital Marketing也有 但是電商是沒有一個專業去讀的 變成了其實全民都要發展出來 或者學出來 但是常常說笑 阿里巴巴也是13年做雙十一 有時有些公司說 我想請一個有15年電商經驗 我心想你也要請馬雲 即是要找Daniel 否則阿里巴巴第一年雙十一 才有27個商家參加 那13年前 你哪會找到15年經驗的人呢 所以我少少覺得第一 是行業的人才不夠 第二就是剛才說 我覺得整個生態圈 其實之前一直未發展得很完善 我覺得現在就多了很多人加入這個行業 我們都很開心 即是有些傳統公司他們都轉型 除了品牌 其實有些沒得做的event公司 或者有些Digital Marketing公司 生意不太好 他們都會轉型開始試這個市場 變成其實我自己覺得 當然會有競爭 但有競爭之餘 我會覺得大家一起去work 其實那樣東西才會夠蓬勃 還有我自己會覺得 即是當你多了一個生態圈出來的時候 可能慢慢一些以前沒有配套得那麼好的東西 都會成熟了 而相對就可以create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以前可能香港是沒有凍車的物流是B2C的 很少的 通常都是B2B的 現在慢慢香港有開發不同的供應商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另外其實我覺得生態圈都很重要 因為剛才說的 一間公司兩間公司其實做到的東西很有限 可能他做了物流的部分 他做了中間的部分 但是可能在客戶裡 可能我找到好的物流夥伴 縮到外國 但是我沒有這樣的專才 好 我們休息一會再談